美国和印度这对重要盟友爆发口水战 美国总统拜登形容中国、日本和印度的排外主义 将阻碍这些经济体的成长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就反驳拜登的排外论 强调印度是个多元国家 而印度经济也达到7%的增长率 苏杰生召开记者会表明 印度不但没有丝毫排外 反而在各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开放和多元的国家 他更讽刺拜登不看数据说话 也与对方发言前应该先看看 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再来评论 无论如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星期发布的最新预测指出 中印日三大亚洲经济体 今年的成长率会比去年放缓 这个变成长率会比去年放缓